飛淚的被動終於從五層改為四層啦 一二技能全命中剛好能疊出四層印記觸發被動 以前五層的話則是技能全命中 你還要再加一個普攻才能觸發這個被動喔 當你在打團戰的時候 五層跟四層差異是非常大的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有個I'm Yuga 今天在新版本飛淚排位的實戰 我想會如何呢 我這支帳號就是故意改名的 改名的原因就是怕對手知道 欸這是誰誰誰 所以就會故意針對你去打 那我這樣玩傳說真的有點累 那這場改名還不久就被對面 那可洛斯發現他說你應該會輸喔 像我們在打排位的時候 多多少少輸或贏絕對都會有 你說直接選手的三排或五排去打 他們也是有輸有贏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勝率 所以他這樣說喔 我覺得有信心是好事情啦 那我們這場對到的是美娜 一定想說 欸佑哥阿 你在第一端場吧 怎麼會有美娜走凱撒路喔 欸不好意思喔 因為美娜這個版本改強了 很多高端場會選擇用美娜走凱撒路了喔 因為美娜她現在有回血 一技能轉到小兵都可以直接回最大生命值的血量 那二技能跟大招又是一個控制 外加上她現在普攻或受到的傷害 十成她一技能就可以揮那個真實傷害 所以她竟然有控制 有續戰能力又有坦度還有一些傷害 所以現在凱撒路她還蠻常見的喔 她不再只是限制於輔助位而已 好那現在其實我已經跟我家的翠翠 她這場玩亥牙我說欸納克在上 你們上手草叢要小心欸 結果你注意看小地圖 翠翠一個亥牙自己走那邊 結果馬上就被抓了 真的我當下的語音我跟翠翠說 納克在上你們自己要小心 結果她還自己單走被抓掉 有可能是翠翠她玩亥牙 想說她二技能可以看到周圍如果有英雄的話 她會觸發被動 她就可能會比較大感 但如果你遇到納克羅斯這種 位移很多 位移距離這麼的遠 你根本來不及看到被動 你就直接被挑飛打了一套喔 那現在我們家打野 你hold住啊我來幫你扛著 欸你看美娜這把很硬喔 那這場對面那個納克 我看了一下她的戰機 發現她是小號喔 她是小號帶著三個隊友在三排 她跟美娜還有朗博三個人三排 那我的話是跟提米還有翠翠的亥牙三排喔 這波就叫塔殺美娜 結果我們家提米只有三人還沒有大招 因為她當下的雲翼跟我說 來啦塔殺她 可是你看美娜剛剛一進的轉起來 哇她回好多血喔 她現在已經從殘血變成半條血了 現在來蹲這個草叢 因為我猜美娜一定會過來吃兵線 果然過來了 可是我打一套發現 欸他們朗博還在旁邊啊 因為這個朗博是跟她一起多排的喔 好險最後我疊出了絕地死痘的魔紋 所以才沒有死掉 我很感謝這個魔紋喔 而且那個美娜有點可惜 她超殘的 超殘她差一點死掉一下 我隊友資源也找不到那個美娜 算她跑得很快啦 啊忘了講喔 我看了一下那個納克的戰績喔 發現她玩20場 其中有19場可以拿到MVP 相當優秀 然後那個朗博喔 就是一直去幫那個美娜 我還蠻感謝那個美娜跟朗博 因為她們兩個是一起排的嘛 所以朗博幫美娜很多 導致說她們的射手一個人在上路 面對著我們家的翠翠 還有跟我多排的提名 我這邊阿茲卡被抓了 我應該是走得掉啦 急走直接開起來 然後拉起來轉起來 可是要反殺的話會有一點困難喔 我稍微講一下 對面那個納克她的打法好了 你會注意到她每次進場的時候 就是挑飛到普攻一下 然後第二段的一技能就馬上拉走 她就是打一個那種騷擾陣 進去給你一刀 然後就馬上拉走的那種打法 除非說她真的是切到那些 對她沒轍的法師像阿茲卡 她才會打到底 不然她遇到我飛淚啊 或我們家的打野 她基本上就是揮你一刀 打你一刀一刀一刺一下 讓你見識一下她的厲害 她就會跑走 另外這版的納克喔 說實在話 你的經濟絕對要一直農一直農 農到比對方高出個兩三千 這邊可以看到 對面的納克經濟已經高出了一千五 確實那個納克羅斯是很多錢沒錯 但是你再稍微分析一下她的打法 可以注意到她就是看到 哪邊有錢就往哪邊去 但是她對於整個團隊的風向 殺人的話可能就是殺我們家中路阿茲卡比較多 她殺完阿茲卡可能又跑去上路吃兵線 就等於說她只吃了兵線 但沒有做到推塔這件事 或逼塔或吃魔龍甚至說到入野 沒有做到 你看我們家的每一座塔都完好如初 就等於說她確實她的激動能力很高 就是進來打一刀 然後殺阿茲卡然後就跑掉 但是她就沒有做到整個團戰啊 就是會一直在B戰 我們每次要打團戰就看到她們就直接跑走 或跑到塔下 所以現在遊戲時間9分鐘了 這個比數才達到5比4而已 會不會覺得好像不太妙 因為納克這隻角色本來就是主打前中期會比較強勢 那如果你要一直這樣射完兵線就跑掉 打分推 打到後期等我們家的企羅肥起來 亥牙肥起來 阿茲卡肥起來 那你後期真的就變成過街老鼠仁恩寒打而已 對吧 就會變得很尷尬 那你們的輸出來源可能只能依靠卡芬妮 可是卡芬妮呢 又不受到她們的照顧 你們從前期就可以看到了 朗博就比較支援跟她一起多排的美娜 所以卡芬妮基本上前期就沒人保 那我們的輔助又是一個提米 可以帶著亥牙一直去賺更多的經濟 養豬流 但講實在話 那個納克她的操作速度超快的 你會覺得超6 真的你沒有對到的話就會發現她的速度 反應能力阿什麼時間都超級無敵快 但是以整個團隊的話 就雖然她的經濟重心放在她身上 但真正後期也不是要看納克 是要看卡芬妮啦 我們家的齊羅基本上已經無敵了 她太肥了 她現在農起來之後就是劍一個殺一個 我是真的很希望這場我可以講得比較中立公正一點 點出這場可能她們會輸的原因 當然她們要贏非常簡單 真的她們在前期的時候打得比較勤奮一點就可以了 像我們這邊 遊戲時間已經13分鐘 她們最肥的是誰 納克羅斯 但是她在哪裡 她跑去分推了 就變成說她們在守塔的時候 都是很窮的人在守塔 那納克羅斯看到齊羅又沒辦法 因為齊羅現在已經肥起來了 齊羅爛的地方就是前期 納克就是前期槍 所以納克應該前期要先去打爆齊羅 讓她沒辦法肥起來 我們這場可能早就輸了 對吧 我是希望比較公正啦 希望如此啦 那現在中路是有兵線的喔 她們全部人都在下路 因為我們下路了天空巨龍 中路剛好是一個空檔 好像只有朗婆來守我 看到輔助守塔 你要怕的點是 你在點塔的時候不小心打到輔助 所以塔會打歐 但只有輔助在守 其實就不用太害怕 因為她們的隊友 全部人都在守她們的下路 可是她們下路呢 高地也爆了喔 然後我就直接跳進去 哇這個被動現在四層就能疊出來 在整個團戰裡面好嗨喔 哇這是14分鐘裡面 打過唯一的一次團戰 我非得也真的在團戰裡面 哇那個被動狂轉耶 因為這個被動只要四層就能疊出來喔 因為那個納克爾在前期頂多 去殺殺幾隻阿茲卡 然後就跑去吃兵線了 然後吃野怪 就沒有做到壓制企羅 或壓制我們家的養豬流 導致我們家那幾個隊友 飛起來之後 那納克爾殺誰也都不對啦 那這場就到這邊結束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優格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